来决定你讲话的程度 中国人他一向是交谴不延伸 不像现在看到人啊 所有话都讲 其实对你很不利 你随时被人家抓到把柄 然后后面他要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防人之心永远是不可无 害人之心是绝对不可有 我们始终是两句话一起讲的 我昨天看到你 我根本没出门 你没有进买午餐 那不算出门 买了就回家了 像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东西 经常听到 你昨天三点钟你在做什么 请问你怎么回答才好 我是标准中国人 你可以问我 你昨天下午三点钟 在哪里 那是吗 我一点不怕 我只有一套回答 什么试图解决 你试试看 我 昨天三点钟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 气死是你啊 我不会气死啊 因为你没有全力问我嘛 就这么简单吧 我很认真问你 我就上当了 我顺便练练身体 我昨天三点钟 这就对了 可是我告诉你 把头摇了摇去 对身体是不好的 我们的头只能上下左右 不可以摇动 大多数人都搞错了 要做近追的运动 只能上下左右 因为我们头是最正派的 不能乱动 我们这个方法经常是被误导 真的被误导 因为太多热心的人 他一知半解到处去传播 其实害了很多人 真的害了很多人 我们看到有无相生要兼顾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兼顾 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撇掉 只走一条路 那就偏道 那就叫偏道 我们两边会兼顾 希望左右逢源 但是左右逢源不是说 所有好处我都要 不是 老子说 常有欲语观其妙 常有欲语观其教 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妙是无形无极 看不见摸不着 才叫妙 教是有形有极 看得到摸得着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常常站在无的立场 去看事情 因为有很多事情 真的你是看不见摸不着 听不见 叫做妙不可言 那有的事情 因为它是有痕迹有轨道的 你可以去分析 它都可以 所以西方人讲的 model pattern 大概都是这方面 它对这方面很没有修养 它认为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但是 他们也承认它的存在 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其实比看得见的东西 力道还大 还大 那老子的意思是说 同样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一个目标 同样的努力 为什么有的成功 有的没有成功 那个五是什么 就是你的品德修养 所以我很大胆的说 西方所讲的 看不见的手 就是决定在你的品德修养上面 你看你一向都是 规规矩矩 一向都是 不去伤害别人 你的得胜的机会比较大 当然这个是看你相信不相信 可是你如果把道德经 从头到尾读通以后 你会感觉到 整个的就是决定在这个上面 老子他希望我们做到四个字就好 叫为道是从 我们这一辈子就认定 道是我们要走的路 那里面有很多篇道 有很多正道 你自己选 你要走哪条路都可以 可是我相信大家 都是要走正道 那你去走好了 走正道刚开始不会很热闹 同时也会有挫折 他会有 为什么 因为总有魔要把你引开来 魔会给你很多的引诱 会想办法让你走上篇道 所以越是有成就的人 那个魔越厉害 为什么 因为魔去附在一个 没有成就的人头上 他等于白费时间 白费力气 这样就很清楚了 所以一个人问我说 他会不会走火入魔 我说你今天做什么 他说我没有做什么 我只做小生意 我就说绝对不会 他说为什么 我说魔如果附在你身上 他还很辛苦 早上起那么早 睡得完 那就不叫魔了 你慢慢从这里去体会 但是当你很有贡献 很有成就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因为大魔对你特别有兴趣 而且就是你的最要紧的关卡 你能够过去 你就修成正果 你不能过得去 你就服役一旦 就是这样简单 那就在一经的四摇跟五摇之间 的一个关卡 无中生有 无中有有 无中如果没有有 无中就不可能生有 有富归于无 就是说有最终也是无 你看高楼道下 总有一天是一片费气 载好的车子 有一天是不能用的 再健康的人 最后是死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 哦 练功练得多好人 后来怎么样 死了 养生专家 怎么样 死了 你越有成就 其实啊 阎罗丸也最需要你去帮忙 因为他那边也缺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没有了 老要谦虚 就是不要惊动 阎罗丸的意思 判断是非 怎么能够只有呢 你看你现在看到 甲在打鱼 就看这个片段而已 你亲眼看到的 甲在打鱼 可是这两段是你没有看到的 在前面这段是 鱼打甲 你没有看到 他被他打得气起来 他才打他 被你看到了 然后呢 鱼又猛打甲 你又没有看到 你只看到这里 你就断定甲是错误的 那你算什么 但是人生就是如此 人生就是如此 你老觉得这个家伙 没有钱就找你借钱 借了都不还 你就不知道 上辈子 你老跟他借钱 你就不知道 他的人生规划就是因为你 才修改这样的 官有 官无 官无无 官之以目是官有 官之以心就官无 官之以神就官无无 所以同样一个官 你是怎么官法 官靠眼睛不可高 因为我们经常讲 我亲眼看到 你亲眼看到 看错了那是什么办法 要不然什么叫 罗生门 罗生门就是 同样就是那一个景象 但十个人看了 回去报告都不一样 统统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这里有个窗口 然后让大家往窗口一看 把你看到写下来 答案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有人一看 窗口有一条电线 上面有五只鸟 因为它对鸟最有兴趣 有人也没看到鸟 因为它对鸟没有兴趣 他看到 窗口 一直往前看 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 他对这个最有兴趣 他别人都没看到 他只看到这个 各取所需 这明不对 同样一个景象 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官子与心 就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不够全面 真正要官子与神 官子与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根本不要出门 你就知道天下事 老子告诉你 你跑得越勤 跑得越远 你知道的越少 你看一个人只到过一个地方 他对那个地方描述得很清楚 好像真的到过一样 人家不会怀疑 一个人全世界跑光了 他就混了 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怀疑人家很怀疑他 你到底真的到过没有 你去一次跟去两次 你的看法是不一样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为什么要用两个玄 前面那个玄是说 有跟没有 本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有办法把它看成一样 你就很高明 虽然就很玄 你就变不玄 既然你这一关克服了 后面就没有什么好玄了 这时候你就进入了什么 众妙之门 请问你 什么叫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就是我们常讲的 蓝天门 为什么我们没有北天门 只有蓝天门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只有北极观 没有蓝极观 你看南极没有观 北极才有观 可见老子当年 天文地理物理 它是很通的 只是没有那些文字而已 没有那些文字 所有事情都了解 而不是有那个文字 文字是慢慢 后面发展出来的 因为中国人都是北方人 他是坐北朝南 所以他所看到的都是南天门 南天门在哪里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众妙之门就是无 就是无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后的本源 应该追追追追到无 才是得到答案 你管是在有的地方打转 你还是不够深入的 不够深入 这样你才知道 中国人听人家的话 都是将信将语的 我们除了说 大家交往很久 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才会完全相信 否则的话 我们都会怀疑 他后面的动机 动机是看不见的 西方人不研究动机 西方人专门研究行为 因为他的理由是 说行为是看得见的 动机是看不见的 你花那么多时间 去看那个 看不见的干什么呢 所以他们只有行为科学 他们拒绝研究动机 但是东国人告诉你 行为是一个样 但是动机是不同的 你看劝架的人 你到底 你是劝谁 你是帮谁忙 谁知道 所以各位才知道 发生车祸的时候 那个交进来 他一个说 一句话都不说的 他不敢说 他一开口 两边都滑一堂 哦 原来你是他亲戚 我倒霉了 他不开口 而且那个老师 一判断 以他的经历 一判断就知道 谁唱谁了 跟你敢讲吗 你讲他当时就逗你 所以他就拿一把东西 量来量去 他心里很好笑 这还有量吗 量给谁看 量给天看嘛 就是让你们 算万都冷静嘛 你看我在量呢 我又不是没有量 那量外结果怎么样 他说我也没办法 奔定 最后是交通裁决所 才决定 那等你到交通裁决所的时候 一定说 哎呀 谁策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找不到冤亲在主 这就是一套 在把你一个模糊掉 那你抓不到 对头的一个办法 而不是真的需要这样 所以大家慢慢了解到 该快的要快 该慢的要慢 而不是快就好 有时候慢 反而好 慢是双方情绪都冷静下来以后 很好谈问题 在火器上面是很难谈出问题的 放大眼界 以道观物 除去所有的 至爱 明除一切的不同 一 生一切 一切就是一 把有无 合在一起 这就开了最玄貌的南天门 叫做天人合一 中国人这个天人合一啊 就是你的良心合乎天理 就叫天人合一 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南天门就是无 你不要想看到它 你要用你的心去悟 而不是用眼睛去看 中国人所有的传说 都是跟南天有关 没有牵涉到北天 当然 有北极玄天上帝有 北极玄天上帝 他是执法的 那个他是 很严厉的 所以你碰到他的时候 他是不太讲情的 各有所思 然后你碰到你就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去 跟他合适的因应 我现在顺便问各位 如果你碰到你的冤亲在主 你要怎么回应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人很少没有冤亲在主的 因为你累次遭遇着来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你老是觉得怎么这样 那样怎么那样 就是你这一辈子你是理不清的人 我倒是劝各位 当冤亲在主找到你的时候 你要高高兴兴的去迎接他 你不要躲 你躲了他 他始终又找你了 你要笑笑跟他讲 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很久了 谢谢你这么早来 你又挑完 我又麻烦 你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好好跟他商量 他看你这么好商量 他就说 其实我又没有太多时间了 我们就这样做做算了 他就回去了 因为他也要修啊 他不修他 老张的搞他也很烦 我像各位保证 中国的神鬼跟人一样 都是在修他自己的 真正的都是要修他自己 他是用各种不同方法来修就对的 所以你对他要有信心 要跟他良性互动 不要跟他对抗 不要跟他争执 反而是好事情 反正你爱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 我认了嘛 他还说 没关系的 我会不那么狠 中国是很好商量 但是很难 说用理性来对立的 很难 说清楚讲明白 那就没完没了 都不用说 你说怎么就是怎么 都没关系 这样好了 他反正善良下去 他就说无所谓的 很奇怪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 你越是讲一大堆理由 你越麻烦 你可以试啊 各位真的都可以试 你看有时候你去跟人家道歉 其实没有什么用 你讲什么理由 他都听不进去 他心里上你还在讲理由 这就表示你根本没有道歉的心 所以中国有时候一杯茶 给他拿个拖鞋 到外面买个报纸给他看 他气一消了 就没事 脑子把他叫做什么 叫做弱者道之用 你要用柔 筋 肉 弱 的方式 来化解事情 千万不要用强 用硬 钢 这些都非常不好的事情 你看钢一折 这些你在自然上 大自然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你到山上去看 凡是那个长得乱七八糟的树 都不会被砍掉 谁吃宝没事做 去砍那个会来干嘛 凡是那个树直直的 不会砍掉不可 那谁叫你生那么直呢 真的要好好去想一下 这些事情 人生离不开有 所以产生分别生 产生不平之分 因此你要不有直 你才明白 有无是相生 有最后是归于无 这个时候你知道 人人真正是平等的 不平等只是这一段 你活着这一段不平等 死六都平等 尤其中国人最有福气 就是一死就变神 对不对 一过生 家里神主牌就竖起来 就变神了 然后香就点起来 就拜了 丝毫不费力 一点不费力 外国人哪里有这么好的享受 外国人死了 谁拿香去给他拜 没有 破除分别性 去掉不平的怨气 这是我们修养的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糊涂 只是糊里糊涂而已 这个寒暗糊糊糊 糊里糊涂 不是真糊涂 就是心里有数 知道你这个是临时的 你不是坏人 只是一直做坏人而已 那么你能够改善 是最好的 老子的说法是说 我们做好人 没有什么稀奇 这本来就应该做好人 我们做好人 应该做到坏人 跟我们在一起 他也会向我们看齐 会受我们的感化 他会变好 这才是我们的作用 他是比较强调 这方面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好人 你坏人 我就是跟你过不去 我就要处罚你 我就要诱入你 不是这样 阴阳是义之门 有无是道之门 生死是轮回之门 你看你生的时候 叫今生 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所讲的话 其实都是相对的话 我们在这里 只能享受相对的自由 相对的平等 但是我们内心 还是很向往那些地方 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 来来去去 这是目前的状况 对整体的人生来看 你在这里能活多少年 大概是最长一百二十五岁 你看我们语南话 自古就告诉你 我八字 我八字 可见我们对这些 都非常清楚 我们很少听到 我八字 很少讲这种话 很少 我八字 就是现在科学就证明 只能大概活一百二十五岁 前世来生都在这里 我们这样子 来了以后 要回去 回去 可能往上升 可能往下升 你不是不分吗 不分里面 还是有那种 隐隐约约约的一些区别 就是你将来要投胎的时候 你是 也是要投标的 不是那么简单 你看这里好的父母 没有几对 大部分都是 有差的父母 因此你要选 父母 你必须要看你自己的条件 我在这里要讲三件事情 各位做参考 一个就是说 除非 你往生以后 你的灵魂被吸收到别的地方去 否则你是会回去这个地方的 你回去以后 你就要报道 报道什么 你根据你在生前带来的 那个叫天命 天命就是先天的人生规划 就叫天命 我们这里所讲是后天的人生规划 先天的人生规划 跟后天的人生规划 如果很吻合的话 你这辈子大概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 如果不吻合的话 那你挫折感觉很大 所以大家慢慢可以了解到 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做那么辛苦 为什么做得 好像自己感觉一点都没有成就 没有成绩 你就知道你做错了 你这辈子不是做这个事的 这样就对了 我们本来是清清楚楚的 把前生的计划带来 先天的计划带来 但是因为 铲门的积压 所以你一生下来 你就忘光光了 老实讲 我一再说 这是老天对你的保护 如果我们一生下来 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大概活不了了 对不对 朱元璋一出生 就跟他爸爸讲 爸爸 我这辈子是要来当皇帝的 你看他爸爸怎么办 他爸爸怎么办 赶快跪下来 妈妈也不敢喂奶 最后就饿死了嘛 老天让你生下来 旺光光 让你生下来不会说话 就是高度的保护你 但是就造成自己很糊涂 所以要启蒙 启蒙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交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不可以 要让他慢慢去把他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把他开发出来 如果你后天所走的路 跟你先天计划是吻合的 你这辈子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不吻合 那就错了 那就白发力气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结果该做的事情 一点没有做 回去很难交财 那大家最怀疑说 人死了以后还有吗 一定很怀疑 这个 这个叫做一次生死论 跟多次生死论 你可以选择 但是以我的了解 全世界的人 现在越来越多数的人 他是接受多次生死论 很少人接受一次生死论 你可以选择 因为一次生死论 就是我这辈子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请问你 你还怕什么 你要做这个干什么 去抢银行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抢得到就好 抢不到也没有事嘛 什么关系的 我们害怕就是没完没了嘛 才害怕 如果有完有了 那怕什么呢 要怕什么呢 怕那么多 我们最怕就是没完没了嘛 拖拖拉拉嘛 所以大家经验又丰富 又觉得说 可以看样子 还是真的是多次生死论 可是我在英国的时候 也碰到这么一个案例 英国是有一个叫做灵魂研究所 那蛮有趣的 有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是很相信签约的 我们五个人来签约 随先往生 不管你到天堂或到地狱 无论如何回来通报一生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 我们五个人自己来印证嘛 来做实证嘛 结果等了好几年 一个晚上 大家虽然很不舍 但是总觉得说 好了 有机会了 等一年两年 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 三年以后 一个出车后 走了 他说前面那个人 不手心用 这个人应该说 过了三年 还没有消息 然后他就断定 没有天堂 也没有地狱 都没有 因为这么好的朋友 而且又签约的 怎么就这样子 对 然后就到灵魂研究所去 说他们实证的结果 里面能怎么讲 里面说你们全错了 前面那个人是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他想来回报 请假怎么请也请不准 罪行重大不准 他一天到晚说 我要顾虑这个信守 我的承诺 我要回去讲 他们说 那个事情不重要 不准就不准 后面那个人 你不要看他是出车祸 其实他是上天堂的 可是因为他收了车祸以后 再上天堂 他就觉得更外的珍贵 所以宁可 施约也不愿 如果出来回不去 不糟糕了吧 所以到今天到底有没有 还是死无对证 我觉得这才是好事情 真的完全透明化 不见得好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一个 信念问题 我不叫信心 这是信念问题 因为他会影响到 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他会影响到 那我呢 是很典型的 是相信有轮回的 那我会常问很多人 你下辈子还想不想做人 那一共是有三个答案 一个是不想 他是毫无这个犹豫的 不想 我说为什么呢 做人那么辛苦 这辈子受够了 下辈子还来 有 就这种人 有一种说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为什么 因为这辈子还没有享受够 虽然打击也是一种享受 但是呢 一定要来 不来不行 就是一种 我都不是这两种人 我不是 那是哪一种人 真正 我认为比较 可贵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没有意见 该我来我就来 不该我来 我乐得轻松 你干嘛 找麻烦说一定要来干什么 所以又是第三种比较厉害的 你不要执着于两边嘛 走极端总是有利有弊 那太明显了 人 有一种人是 特别伤情 下来的有 那叫做任务型 不叫天命 叫任务型 像什么 其实像希特勒 秦始皇 都是任务型 像秦始皇 他就是下来 要干这些事情 做完他就回去 他不受功过的影响 他哪不受 我把他叫做专业经理人 特别请他来任务完成 你就回去吧 那有什么功过呢 那没什么功过嘛 差不多真正那种 出奇意外的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来的 大部分都是 属于那种人 那我们不适合去批判他 那有一种人是什么呢 是 你上辈子 做得很好 这辈子还想来 做得更好 社会是需要这样的人 那有一部分是 上辈子是动物 这辈子第一次做人 所以我们就说 你很不敢做人 这种人就是 他还是动物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不敢做人 打得好而已 他没有做人的经验 他初次做人 你要原谅他 那至于上辈子做坏人 现在这辈子 其实不会来做人 因为他还在地狱里面 还没有出来 每年只出来一次 这是中国人 人情味很浓厚的 就是农历 是七月初一 那地狱门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宣布一件事情 各位 你们虽然 行其未满 但是 沿楼丸体贴你们 出去一个月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到时候 不管报完没有完 准时回来 每年都讲这句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七月 我们不搬家 我们不买家具 我们不随便动土 生怕被他注意到 嗯 一动他就注意到 问问 不要看得最好 其实都有相当的道理 我为什么说 中华文化艺术成分 非常浓厚 就是从这里去体会 我们过的是一个艺术的人生 不要完全是理性 完全理性的 像木头人一样 所以人不能不规矩 但是实在讲不能太规矩 太规矩 没有人喜欢人 我们是从椭圆形 进到圆形 但是上面 又什么风吹草动 他又会下来 那我顺便说一下 中国的神 都是人变来的 这是西方人 很难介绍的东西 西方人这个人 不管你怎么修 修到最后变Saint 绝对不变God God只有一个 The only one God All mighty 没有第二个 其他最多叫Saint Saint就已经有光黄 后面有光黄 就表示你能量很强 这个现在是可以用红外线造出来的 可以造 你修的怎么样可以造的 骗不了人的 而且现在用Cliant照相可以造出来 所以以前你可以吹啊 现在不能吹了 现在一照就圆形必路了 一个人一生最要紧的 就是把你的能量修大 大到像什么 像关公 关公现在是分身最多的 全世界分身最多的 能量小 你去转世头胎也成一个而已 能量小 你只能有个小庙 你大庙分不了身 他能量大 哪一个就分出去就分出去 所以为什么这些小关公 他出去以后 他要定习的回到母庙 主庙 来干嘛 来充电嘛 来开业务检讨大会嘛 然后就商量来年的策略啊 然后再出去 他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像这些啊 你把它当作艺术 把它当作神话 我不反对 但是最要紧的 把它拿来当作自己人生的规约 人生是不长的 要好好利用这些时间 把自己能量修好 而且最好是修正能量 这样子的话 对你 还有对你的子孙 是有帮助的 所以中国人所讲的这些 大概都是朝这方面去想 我们三分法就是有前世 有今生有来世 今生很短张 所以我们争千秋不争一世 争千秋不争一世 这辈子哪怕受尽苦难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么短嘛 你怕什么 有无一定要兼顾 不要只顾到今生 要顾虑到来世 想长一点 看远一点 因为老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银子不见其手 随子不见其后 你在前面看他 看不到他的头 你在后面看他 看不到他的尾巴 这就讲道 道是没头没尾的 因为他是连续不断的 他永远不会断的 你在前面 去看他 头看不到 你在后面 他就算有尾 你也看不到 没头没尾 来的好像没有来 去的好像没有去 因而出事 就是从绝对宇宙来 人死亡到哪里去 这个比较分歧 这个比较分歧 因为什么 因为有的 一时回不去 一时回不去 当然这里面 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 让各位自己去想 因为讲得太清楚 会影响大家的选择 不好 影响大家的选择 叫做介入他人的 什么 因果 介入他人的因果 后遗症是蛮严重的 因为所有的冤亲在主 就整个扑到你这儿来 你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对人 我们只能讲到 一般的 差不多为止 除非他很有必要 单独的来问 你才告诉他 为什么蒙卦有一个 规约 就是 非 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就是我不能主动去告诉他 你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 除非他来问我 我看状况 讲到什么地步 我有个朋友 他村子里面 只要哪个人要往生 他一个礼拜前 一定知道 我问你知道这个好不好 绝对不好 他知道就忍不住 会跟他家里人讲 小心 老太爷 一个礼拜以后要走了 砍一拳就打过来 你这家伙 经常挨揍 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了解得到 一个人 知道太多 有一例 有一笔 你自己要去决定 你要不要 承受 做到什么地步 所以 我今天也讲一句话 凡是在庙里头 扶软的什么 你要去试试看 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命 有的话 你会做得很好 没有的话 我劝你 不要去尝试 会比较好 每一代 都会派一些人下来 专门做这个事的 是有 因为他要做 天人之间的沟通 但是不是随便能 都可以做的 不可以 所以为什么 庙里头 他都禁止 你在那边 搞这个 搞那个 就是怕很多人 利用他 然后在那製造 是非 他不是反对 这件事情 他是反对 没有经过 他许可人 在里面 做这些事情 他不可以 要分清楚 不是 其所 则久 使而不亡 则受 这个所 就是道心 你 经常 记住 人心 是很可怕的 你常常 会回到 道心 你就会 长长久久 但是 长长久久 不是说 你不可能 不是 不是说 你一定 会藏身 不是 而是说 就算你死了 你的道 还是存在的 所以人不可能不死 但是 生死 道尤存 就叫做兽 老子所讲的兽 跟我们所讲的兽 不太一样 一般人所讲兽 只想到自己 我的兽很长 我命很长 我要活很久 其实不是 他是说 你身体 只是你这一辈子 要用的东西 丢掉就丢掉了 这不可惜的 但是你 道还存 你下辈子 如果真想来 或者有需要来的话 你再换一个身体 不是更好吗 那我现在很简单 就是说 身体就是那个 电脑的硬口子 电脑的硬件 就叫身体 那你的心呢 就是电脑的软体 你那个碟子放进去 它会放出来东西 没有碟子 它是放出来 是空白的 告诉你 没有信息 可是除这两个之外 还有一只手去操纵 那个操纵的手 就叫灵 就叫灵魂 就叫灵魂 所以你这辈子 就是要修改 你那个观点片 如果你死了以后 还把原先的观点片 再走 你下去就算 换一个新的电脑 换一个三十六寸的 换出来 还是老样子 这个叫什么 人是习惯的动物 所以每一句话 你如果深层的解释 其实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在 这辈子就是要改变自己 不改变 你就知道下辈子还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能知道你的前身吗 其实是能够的 你第一个先问你自己 你是喜欢改变 还是不喜欢改变 你先问你自己 你说我从小就是走一条路 不喜欢改变 我说那很简单 你上辈子跟这辈子一样 我改变改去 那你这辈子跟上辈子 很大的不同 然后你就开始 如果你是上辈子跟这辈子一样 那你不用写 就一个答案而已 如果我变来变去 那很简单 你哪一张纸头 用什么 用淘汰法 什么叫淘汰法 我上辈子是玉皇大帝 还没有写完就说不可能 就是画掉 每个画画画到最后 这个这个这个 那就是你 这没什么难的 问题是你会静下心来 这个是比较难 所以一切为什么要静 这个老子告诉我们 静柔弱 这是功夫 西方人 走的一条是活在上帝心中的路 中国人走在一条 活在人民的路 大家记得你 你就随时游身 大家都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随身游死 中国人他是很厉害的 他发现心在决定一切 我必须要说明 心就是灵魂 但是我们不讲灵魂 我们多半讲心 反而西方人是讲灵魂的 但是西方人很多人不相信灵魂 这是很妙的事情 人 既死既亡 叫失道 死而不亡 叫得道 我们的路在这里 但是当中现在出现了很多人为的东西 我不便说太多的明堂 都是引诱你死后以后到这些地方去 因此我们初步要觉悟 回家的路越来越难走 因为前面人造的岔路太多 太多 以前没有 以前很单纯 现在非常复杂 尤其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上网 动不动就讨厅俗说 你会听得你太多的东西 然后你临终的时候 一念之差 你就跑到这里来 你就回不了家 这就叫做正念 但是正念要靠你很小心去选择 而不是人家告诉你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是正念 对不对 你看社会宗教说 我才是正教 其他都学教 那完了 那完了 我曾经有一次 那时候我很年轻 坐在这个 那时候叫国光号吧 现在是不是叫国光号 坐在上面 前面两个老太婆讲的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讲什么话 这个人说 你六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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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信基督教信教会 也是乔语 两个人谈了好久 我觉得很奇怪 你在讲什么 你信什么教最后都是乔语 不要为这些去争论 那毫无意义 问题是自己 你将来才能够回老家 这是你自己要去摸索的 人生的目标 走的方法是要靠自己 最后的结论 求神不如求人 因为神没有手脚 人多少有手脚 可以帮助你 求人不如求己 最后还是决定你自己 怎么去走 怎么去选择 我们今天最要紧的 就是培养两种能力 一种叫选择 一种叫判断 老天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阅读啊什么 老天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所以往 你一上完就知道 那现在比以前更快 可是越多 越混杂的时候 你越要慎重 因为网上的东西 很多是假的 很多是乱七八糟的 你要好好的慎选 不要看了就相信 也不要看了就不相信 你慢慢发现 还是我们中国人 那个老套要出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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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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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